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先谈一下巫统的情况 在进入第二个讲题之前先呼吁独有点赞我的直播 然后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点赞了就表示我们的直播很多人看 YouTube会推广出去 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一点鼓励帮我点赞是不用给钱的 你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是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场直播 也是不用给钱的 只要动一下你的手指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点赞 subscribe 分享 谢谢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讲题就是巫统开会倒国门 巫统接下来的局势 其实昨天就有很多人说巫统要倒国门 因为昨天其实subscribe还没有宣誓 所以昨天这个新闻就已经出来了 是很废的 subscribe还没有宣誓你说什么倒国门 你现在有本事 你要倒你现在去进建元首 你应该马上开会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说巫统明天 昨天讲巫统明天要开最高理事会 是要讨论倒国门倒sabili的言论 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为sabili一宣誓 其实你什么都已经吃了 你什么都已经吃了 你再跟元首说我要推倒他 我要什么元首就说你气息的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昨天已经有独有问我 还不多 但今天sabili宣誓了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人吵起 这个昨天的假新闻 然后再拿来分发 今天也有几十位 应该有十几二十位的独有来问我 说洪律师是不是政局又要动荡了 巫统要跟国门决裂 不要支持sabili了 巫统要很多东西 sabili要怎样安保他们 大家想太多了 今天开的会议肯定不是在倒国门 他有开 他开的是什么 开的是讨论我们要怎样分配部长职位 要有多少个部长 巫统现在肯定想我们的部长 是不可以少过土管的 为什么 之前慕尤丁的人数比我们少 可是他的部长比我们多一个 他拿到首相还不止 他比我们多一个 现在我们是最大的党 首相又是我们 那我们的部长不应该少过给他们吗 既然有多的部长 代表有多人可以进去 而且之前有两位巫统的部长辞职 大家应该还记得 到慕尤丁的时候 有两位部长的辞职 这两位部长他也想回去做 我是跟老大的决定 拉下了这个政府 现在如果你不给我做 那我给你出卖了 本来我在国门 我还可以稳稳的当部长 所以他们其实在讨论的是 怎样去瓜分这个猪肉 怎样去瓜分这个蛋糕 恰恰跟大家相反的 他要反台 明明很好吃的蛋糕放在桌上 他要反台丢掉 而不要去吃 你们这样子认为的人 就是完全没有思考 完全不合逻辑 巫统要的在想办法 要怎样吃最大块的蛋糕 这个是政治现实 所以不要给这些假新闻骗了 为什么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因为这几天真的太多假新闻 当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西门还没有失败的时候 星期二之前其实很少假新闻 星期二我说尘埃落定了之后 我晚上说尘埃落定 第二天截止了之后 就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出来 包括说GPS要投安华 GPS投了工票 包括元首要组大联合政府 包括现在说巫统要推翻 这些假新闻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西门已经输定了 才出现的 为什么 我之前已经分析给大家了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说 红律师又又又又又说中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西门他知道 他现在没有办法可以赢了 大家都很生气他 你们什么都不做 你叫我们祈祷 叫我们做梦 你走下策 走下下策 在那里坐等 等皇位跌到你们的头上 等阿公来帮你们 而且还要阿公违反 君主立宪制来帮你们 支持者 大家都很生气 西门这样子的 老样这样子 没走的样子 所以他们的每一个国会议员 都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大家不要以为 只有我在骂西门 我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不可能影响这么多人 你们可以去看 之前有一个 Najib Raja Must Go的专业 他是很支持安华的 他现在也大骂安华 大量的调侃安华 他有20多万人的专业 而且是英文马来文为主的专业 大家可以去看 不要以为我有 我一直说红律师是小人物 大家不要再看得起我 的原因就在这里 你去看这些议员下面的留言 他们都给了骂到半死 所以他们才要有这些假新闻出来 包括说 Safi'i没有投 老马没有投给安华 这些都是假新闻 都是妥妥的假新闻 Safi'i在截止了都还说 我是支持安华的 Safi'i有什么理由要说谎 而且这个谎 是很容易被戳破的 有新人从皇宫那里拿到副本 就可以知道Safi'i有没有了 如果Safi'i说这个谎 他就是假投 他很愚蠢 所以我一早就说Safi'i没有投的 也是谎言 为什么有这些谎言 因为西门在推卸责任 西门在找借口 这个就是西门 包括陆兆福 大家都很敬佩 我也很敬佩陆兆福 我把他当作行动党 未来最好的领袖 比学长好 最好的领袖 我公开说 我之前也公开说了 你看陆兆福也说什么 他也一样是赖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当你的老大是假投 你下面一定要假投的原因 因为我们是党派政治 你必须跟着你的党走 陆兆福讲了什么 我们丢失政权 我知道你们讲什么 我们没有去争 我们拉不到人 我们怎样怎样 我们怎样怎样 我不跟你们争论 这个陆兆福的statement讲 我不跟你们争论 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们拿不回政权 我们丢失政权 我们的mandate给人抢走 是因为阿兹敏跟慕尤丁 拉走了一半的土团 拉走了一半的公正党 我们才不能指责 看到吗 陆兆福还在停留在 喜来登政变的时候 他的眼光 他的思维 还是停在喜来登政变 现在距离喜来登政变 17个月了 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 你还在跟我说 是阿兹敏让你们倒政权 是阿兹敏让你们夺不回政权 是慕尤丁不让你们夺回政权 陆兆福都这样子讲 其他人更不用说 所以他们推给沙弗毅 说沙弗毅没有投 他们知道这个小行为 他们推给阿公 现在甚至有人赖阿公 说是阿公不要选安华 其实阿公可以选安华 讲这样子话的是 完全不尊重我们的元首 我们的元首 道拉端部 我们的元首非常的专业 跟着宪法来执行 这些人他们就是赖天赖地 就是不会检讨自己的错误 为什么你会失败 为什么现在你明明占据优势的情况 沙弗毅说公开支持你 老马的儿子说公开支持你 老马也说公开支持你了 你们还是躲不回政权 完全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西蒙的领袖 有这样子的反省自己的错误 没有 所以西蒙的支持者 我真的想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假投 还对西蒙有盼望 有期望 所以假新闻的出来 就是他们在找代罪高扬 在找推卸责任 赖给阿兹敏 赖给马哈迪 赖给元首 赖给沙弗一 赖给乌冬 赖来来来来 就是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回到 刚刚我讲过完 乌统还会倒国盟的情况 那我也顺道讲一下 乌统接下来的局势 当然乌统现在 第一个问题也是有独友问我的 但不多 只有两三个独友问我 问我的独友可以害理一下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 证明你真的是有关注这个局势 而且你切中了重点 他问的就是 洪律师现在 沙比里以乌统的身份当上了首相 但乌统现在其实是没有领导层的 这个我跟大家讲解过了 ROAS还没有收回他那封信 所以乌统现在是没有领导层的 那你怎么看 乌统接下来的局势 会有党选吗 沙比里会撤销这个ROAS的信件吗 洪律师你可以分析一下吗 我直接把我的看法分析给大家 我不会磨能两可 说ROAS可能撤回 也可能不撤回各大50大法 不会 我直接跟大家说 我不认为ROAS会撤回这封信 为什么 因为还是国盟政府执政 大家记得我讲的吗 国盟政府执政 其实他就会延续国盟的政策 因为沙比里不会自己打自己的脸 你说ROAS出信 沙比里也在政府里面 他也没有帮巫统说ROAS错了 然后帮巫统去争取 他是endorse这样子的说法 如果现在ROAS马上撤回新建 第一非常的难看 我们都知道ROAS是政党的打手 是政府的打手 当然这是不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没有做 但是你这样子一做出来 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你直接承认了 所以对人民的感官上不好看 第二点 ROAS他撤回的话 就打脸了过去的政府 也打脸了沙比里 所以只要是国盟政府维系了政权 继续回朝执政 我说他们的政策 包括抗议的政策 都会延续下去 当然这对我们马来西亚 或许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来 关了又开 开了又关这样子的情况 至少慕尤丁有一条思路了 这条思路你要坚持 错还是对你都要走到底 就是这样子 你之前就是没有思路 一下错一下对 一下错一下对 结果越来越糟糕 所以沙比里应该会维持 ROAS的决定 迫使巫统来进行党选 在12月之前 而且在12月之前进行党选 也意味着巫统可以在大选来临之前 因为现在距离12月 只有4个月的时间 我说了你要抗击疫情来大选 至少要6个月的时间 应该不会这么快 所以你4个月 ROAS已经说 今年尾之前你要举行大选 所以如果今年尾之前举行大选 沙比里可以顺理成章的 在大选的时候领军巫统 这个是巫统最大的利益 这个是巫统最大的利益 所以沙比里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量的用他首相的权势 去牢固巫统的政权 我可以说 Zahid我很早说他就是政治使人 从来没有人认为他可以领导巫统 包括他自己我相信也认为 他不能领导巫统没有那个威望 也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太阳 就是沙比里 很自然的这个太阳会 有很多人有很多向日葵 会看着太阳转 会转向去这个太阳 所以沙比里未来一定会 慢慢逐步的夺回这个巫统的政权 当然他可以拉一派打一派 Zahid如果跟他对着干 他要拉的首号对象 就是纳吉 就是纳吉 只要你安顿好纳吉 把纳吉的利益照顾好 很多人认为纳吉要回来当首相 现在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洗脱了他的罪名 他才能够往这回来 但短时间内是不会洗脱的 这个case还可以打到联邦法院 现在还只是在上诉庭的阶段 还没有过上诉庭 还有最后一个阶段 所以纳吉其实只是在为自己 截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仅此而已 所以沙比里肯定要去拉拢纳吉 肯定要去拉拢纳吉 然后逐步的夺下巫统的主导权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的分析 这个也是对沙比里本人是最有利的 当然他夺下了巫统之后 可能他会让一些洗位给突团 如果是Zahid的话 他是不会让洗位给突团的 一定是全面开打 这个对我们不支持国盟的人 或许是一个坏消息 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他会让一点洗位 但是我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 沙比里即便想让 也让不出太多的洗位 因为巫统是一个三头主义 非常严重的政党 一个区域的区部主席 我之前就说过 巫统一个区域的区部主席 其实都是千万亿万富翁 大家不知道 已经看到一个新闻 之前有一个部长 直升机跌下来死掉的 Jama Rudin 好像叫 你知道 他的股票 当单是他一部分的股票 他妈妈要来争取的 就有10个B 10个B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100亿 100亿马币 这个还不是他全部的财产 而这位Jama Rudin 他是不是叫Jama Rudin 我忘记了 反正他的名字是JJ 我们叫他JJ 不是唱歌的JJ 这位部长 其实是一直很低调的部长 也不是在巫统前面 很排前的部长 也是属于二三流的巫统 政治人物 比沙比里还要低一点 他就有这样子高的身家 而且还只是一部分 为什么这个财产会爆出来 他的妈妈跟他的孩子打官司来争遗产 所以我告诉你 巫统区部每一个都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然后他们都想当国会议员来变成 十亿万富翁 千亿万富翁 百亿万富翁 所以如果你把他们的席位让出去 他绝对不会支持你 而且巫统的投票是每一个区部来投票的 所以你作为主席 你绝对你要赢大选 你要赢党选 你一定要有他们的支持 所以沙比里即便想让席 也让不出多少席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当然给土团 他可能可以让到几席 硬硬积几席出来 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一点 我相信乌土 我之前就一直说乌土决战 在大选一定会乌土决战 这一个到现在 即便是沙比里多回政权 也是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好我们第二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我休息一下 给大家先看 我先看 我这边 我先看 腿腿腿和肌肉 好 我先看 肌肉 对 继续 她想要放大选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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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匙 这次是 这次是 有三个匙 就是 订阅 我先看 我肯定是很高的 我肯定是很高的